郊西武聖館震撼人心的舞獅表演 為耿方漁港謝漁場啟用典禮拉開序幕 所有在縣長林之廟 漁業署副署長陳建佑 立委陳俊宇 投層區漁會理事長鄭戰斧 以及與會貴賓共同主持之下 新的謝漁場正式啟用 耿方漁港重申起來 滿載而歸 請出氣球 請出氣球 有了 投層區漁會的執行的部分 你就會發覺他們是全體動員的方式 來去做經營管理 各位有看到今天我們在講 那個建築師所在提到的部分 他每一個地方都是 可以再去做了解跟觀賞的部分 特別到樓上的部分 可以看到我們在講的龜山八景 龜山八景的部分 在後端其實也有討論到 而且也有顧到我們的漁工 包括淋浴間 還有一些廁所這一塊的動作 都其實是支持的 中央地方一起努力 我們投層的謝漁場已經38年 不服使用 而且也是違建 所以今天 我們進出到 我們的中央地方的經費 總共6757萬 中央4000控54萬 議論管政府2700控2萬 所以對著我們的謝漁場 我們可以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特別來到這裡 感謝昆庭、烏龍 大家共同打拼 拼出議論管的好生活 這次到了 政府有效率的問題嗎 我們現在都比較高 比較高度比較高 因為他們都會去 把那天車 現在 社會是很厲害 他們都會 社會的利用需要事實 他們都會 過去的 的課點 都有來改善 所以 我們現在有這個司導來 開用 譬如說 我們 我們利用的是 要珍惜 要珍惜 好 非常好 我們再度過50年 特別感謝我們 貴協寺 跟我們管政府 以及我們前生 副議會 大家共同的合作 這裡可以 讓我們 最新的 這個建築部 最新的設備 在今天 可以完成 這未來 對著我們 所有貴協先進 出海 去抓魚 倒回來 要落花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新的現代化的設備 我相信 在這個規定裡面 大家的努力 付出 打招 政府 都要希望 讓我們 宜蘭官 雙官的 這些三業 都可以做 提升 本方 漁港 謝漁場 總經費 6700多萬 建築以地方特色漁獲白帶魚的造型為基底 融入大船入港的意象 呈現漁獲豐收的象徵 而漁會貴賓也模仿新船入水的儀式 丟包子給現場的民眾 祈求所有漁民都能滿載而歸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新採訪報導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